立法院修宪委员会7号召开第9次的修宪公厅会聚焦人权议题 其中就讨论到原住民族权益应该如何入宪 不少学者赞同将原住民族基本法直接入宪 要强调的是原住民基本上不是被统治的课题 而是他具一个平等的地位来跟目前的统治的团体来去做一个协议 只要大方向不变 什么是大方向不变 就是负担的义务不变的话 我认为原住民基本法是可以把它列于跟宪法同等阶的地位 那哪些是基本义务我认为是必须要保障的 也就是这基本义务是必须要去实现的 包括了税捐 服兵役 教育等等 是涉及到国家运行的基本制度的部分 我觉得这一部分恐怕不是原住民基本法所得排除掉的 原住民族的权利保障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应该设立专章 那赤字的方法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让原住民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能够让它有宪法的地位 让用宪法授权的方式来保障原住民 我再强调一下宪法有关于原住民基本权 应该要跟其他的权利不一样 因为它是原住民族 同时应该要相当多有关于集体权利的保障的一个情况 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宪法最大的问题 就是将原住民族定位需要被扶住的弱势族群 并且均指化原住民族等同于金门 马祖 澎湖等离岛地区的人民 无法凸显出差异性以及应该有的法律地位 这部宪法虽然在目前的征修条文的第十条第十一项 承认多元文化 并且要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的语言及文化 但是在第十二项 列了一堆应该依照民族意愿 然后保障原住民族的地位跟政治参与 还要罗列了包含教育文化 经济土地 都应该予以辅助及保障 然后后面再增加了一段文字 金门马祖的人民一统 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条文的设计上 就已经看不出来原住民族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差异性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 目前宪法过于概括式 例如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 强调宪法中应该明确列举出 包括语言和文化要如何来维护 土地以及自然资源要如何来管理 应该明确指出 记者来自克里法院采访报道